他摔在哪儿?名气和身手都在无精之上,却被张国荣断言轰不了。 张国荣作为香港娱乐圈的前辈,向来都是以看人准着称。 张国荣在世的时候对当时默默无闻的谷天悦和谷剧姬,有过很准的预言表示二股壁祸。 谷天悦后来的成就证明了张国荣的眼光,他成为华语最卖作的男演员。 颜值和演技并存的谷天悦还是一个慈善家,曾经默默为很多山区盖希望小学。 他塑造的阳阔更是成为至今无人超越的经典。 至于谷剧姬平吉秦深深与蒙蒙正式姬深当红演员的行列,直到现在人气都不减当年。 张国荣遇到赵文卓的时候,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就说他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。 因为他觉得赵文卓性格太直,在娱乐圈生存发展很容易吃亏。 大家都知道赵文卓曾经跟香港乐堂大姐大梅艳芳有过一段恋情,按说有这么一棵大树在背后照着赵文卓大红大紫肯定不是什么问题。 只可惜赵文卓 singer 确实太直,有一次偶然间听见别人议论自己是靠梅艳芳吃软饭,这让他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。 也给梅艳芳和赵文卓最终分手埋下了府邸 于是赵文卓宁愿会内地自降身价拍电视剧 也不重返香港影坛拍戏 本来赵文卓是公认的与世无争的人 没想到跟真子丹合作拍电影 两人却闹出了互相指责耍大牌的传闻 在这场撕逼大战中大家都一边倒地支持赵文卓 因为赵文卓人品是没有问题 可能是他的性格值得罪了真子丹 所以这才有了两大功夫巨星公开撕逼的狗血系 赵文卓这件事之后更不愿意来香港拍戏 他生性低调不喜欢炒作 即使自己潜心多年的剧作荡扣制 也是在节目上映票房不佳的情况下才在微博上宣传 所以这就是赵文卓的性格 如果赵文卓性格能变得圆滑一些 现在的赵文卓成就应该不选于当红小生吴京 毕竟赵文卓比吴京出名早 而且身手和武术功敌也不错 再加上独特气质和精湛演技 这些都是赵文卓红的资本 希望赵文卓能在今后事业取得巨大突破 也希望他的家庭生活能幸福美满